中華職棒今晚原定在陳青湖球場舉行的向西大戰英語岩賽 所以在桃園球場的師緣大戰 兩隊分別派出了費古洛以及蒙雷特兩位洋頭先發 形成了投手大戰的局面 最後桃園靠著陳冠任在八局下打回寶貴的一分 中場以1比0顯勝同一時 下半季主場6連敗的拉密戈桃園隊 面對桃園師先發洋頭費古洛 在四局下有了大好攻勢 雙名搭戰陳冠任敲出二雷安打上雷之後 再扣著爆頭 無人出局就攻戰鬥三壘 可惜桃園隊就是欠缺鄰門一腳 後來遭到夾殺出局後 又連吞了2K 徒留二三壘友人的殘壘 7日上半輪的桃園師出擊 劉維成面對蒙雷特 這球打得強勁 可惜反而是讓隊友死在二壘之前 桃園師同樣沒有辦法將分數打回來 兩隊形成了同手戰 前七局打完 依舊是0比0的平手局面 發覺下桃園球場的計分板終於有了變化 藍一輪安打上雷 一人出局後 又輪到今天曾有安打演出的小飛機陳冠任 這次他也沒有放滾機會 他們地主終於獲得寶貴的一分 後援上場的藍明哥同手陳允勳和米吉亞 也沒讓對手跨越雷遲一步 最終桃園隊了1比0 1分顯善頭迷失 終止了最近的三連敗 以及對手在桃園球場最長的六連敗 今天TV李愛純綜合報導